大家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采一款睡衣和睡裤 睡衣的衣长21 肩宽1-2 露肩 袖口5.3 胸围32 31 33 直开领3.3 橙开领2.9 而我们的裤子呢 就是正常胖体的 裁这个裤子都能穿 长28 腰26 橙围33 脚口6.5 直当我们是9串 直当的方法 3.3 就是我们同为 加上3.3的一半 再加上4串 等于9串 9串跟1连在一起的 好 26的松井呢 我们取松井带 1-5串 就等于21的松井 长就够了 好 我们马上来裁这套衣服 2-5串 料子对着过去 2-5串 双层一起对着了 2-5串 对着过去到多少呢 到我们同为的 3-5串 同为的4分之1 33 再加上一串 好 33的4分之1 就是8.25 再加上一串 就是9.25 这样就OK了 把它叠好 放平 好 裤脚边 留出一寸的踢边 凉上 2尺八 2尺八的裤肠 直当9串 同为33 直线上去 龙门1串 挖出我们龙门 中当线 在7寸的地方 裤脚做6.5寸 金库我们的裤脚 连到我们龙门的一半 就是中当的位置 中当是多大 7.7 好 从这个龙门 连到我们中当 好 我们前片就裁完了 然后如果说是装 另外装松井的 我们就要剪掉一串 我们连松井的 加上一串 一串的7片 好 我们前片就可以剪了 剪的时候先剪上面2层 好 剪完以后 这就是前片 然后把前片直线剪下来 前片不留红头 好 把它拿掉 画后片 落单3分 中当放红缝6分 脚口也是6分 6分就是两个红头加起来 3分一个加起来就是6分 这个6分是前片的3分和后片的3分一起 就在我们后线上产生了 好 赫隆门我们的同围线在哪里 从直当下来三分之一处 这地方就是我们的同围线 同围线 弯外几分 前片一个三分 后片一个三分的红头 我们的红头 我们加6分 好 我们的腰起翘7分 从侧缝连到我们起翘做 连好了以后我们前片怎么去画呢 好 我们前面从前片这个点 我们可以进来7分 7分到一串 尿子如果说穿了像合体一点的话 多片一点 如果说正常想大一点的话 我们7分8分就够了 好 经过我们这个点 进来7分的点 连进到我们这个6分的点 斜连下去 这个地方到外面就是我们的龙门 好 挖龙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对角线 对角线 再次对角线的3分之1 好 经过这个龙门点 我们挖 跟中当线连接起来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龙门到中当线 从这边到这边 好 后面有点长出来了 这个时候 我们因为是碎库嘛 就需要往下落一点点 好 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剪了 剪的时候 直接按线剪 好 转弯以后呢 我们把这个线条 连到 厚片上面去 好 腰的地方稍稍的斜一点出来 斜一点点 好 转弯的时候不要剪尖的 直接这样 再放一点点 这样的话做起来 不是那么尖 有样子 好 我们最后就拆好了 这个里面 龙门就是我们 十分之一的同围 好 我们裁衣服 我们裁衣服做一个套衫 好做简易的露肩秀 是蒙夫对折 蒙夫对折 一长 一长线 我们做的是二尺一 我们做的是二尺一 好 我们连在一起呢 我们就简单的 线材厚片 七分的厚领 横开领 我们做的是二点九 尖鞋 我们做后片 一点二 尖宽 一尺二 严肌绣 好 我们落尖 落多少呢 就紧这个门户座 好 我们可以落到四串 四串 好 绣盒我们是多大 绣盒我们是做的是五点三 但是我们后片呢 我们要做到五点五 相当于我们绣龙身做到了八寸 好 腰极线 在一尺二的地方 胸围是三尺二层 四分之一 腰围三尺一 也是四分之一 下摆在哪里拿 从腰极下来五吨的地方 好 同围是三尺三 四分之一 经过我们的胸 连到腰 经过腰连到臀 好 下摆一点点小起窍 把它拉成直角就行了 好 我们这串的袖子 我们应该怎么弄呢 好 我们的袖子需要这样 拉成直角 好 这里打一个圆式 就OK了 好 我们现在剪 先剪厚片 一起剪 我们领圈留着滚边 滚边就不要留红头了 黏着其边剪 好 我们前后片都剪下来了 然后把我们的前片拉开 后片拉开 好 前面的直开领 我们做的是3.3 横开领2.9 好 我们的肩宽1尺2 为前片下了2分 好 直连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的前片需要有一点点下落 下落2分 好我们把它剪掉 好 好我们剪的是前片的两层哦 然后袖子的地方呢 我们这个地方可以前面稍微奥一点点过来 奥一点点 好 这个地方我们要保持什么 保持直角 好 这里是前片 这里是后片 后片被它勾出了8分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 借过来就续合就漂亮了 好 我们可以来做这一套衣服了 领口直接滚边就行了啊 好 我们来开鞋条 我们开一下鞋条 鞋条 鞋条我们需要对角 看看哪个大 好我们把这个料子放平 我们鞋条需要最斜的啊 最斜的一个边 最斜我们怎么去分呢 橫平数值 对角线 好宽度8分左右 好我们来做 好我们来做 裤子 好我们先做裤子 裤子 先打开 前后片 然后把一片拿出来 我们如果这家没有没有尽边机的话 我们可以做来回缝 先做下缝缝 这个是上缝 这个是上缝 这是前片 这是后片 一个裤脚一个裤脚的做 好我们做来回缝 在家没有尽边机的情况下 我们就从正面先做一小缝 然后再翻过去 如果说在家有尽边机的话 我们就直接从反面做了 直接从反面把内裤拼起来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做来去缝 好来去缝先拼正面 正面的缝头 只有一分半的缝头 好在我们做裤子的时候 有的时候很容易 很容易那个 容易偏筋啊 容易歪掉 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呢 好我们从下面 一直到我们的中当 中当的这个距离不能有松紧 好裤脚管对好 一直对到我们的中当 这个时候后片有一个赤丝量 这个赤丝量一定只能松在这个上面 不能松在下面 好我们把它对好 对到我们的中当 好这个时候后片有一点的 点点赤丝量 我们就松在这边 不能松在底下去哦 好0.15的这个缝头 0.1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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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裤脚管做完了 我们都要把前片放上面 继续,把另外一只裤脚管先做好 搅拌了 这些是你 材料 切剷 切剥成 料子比较软 出适量的松紧都是在我们的荷内当地方 好,到尖尖的地方记住了 一定要以缝缝为准 不能以那个边上的为准 以缝缝为准 好,我们第一道就打好了 第一道是1.5分的缝头 然后我们再去做来回缝 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还是把前面放上面 好,这样碾一下 红头不能太嫩 这边红头嫩了一点点 1.5分的红头 来回缝先是从正面 然后再翻到反面去 反面做2分的红头 正面做1.5分 现在我们又放到7分 把红头红头要大一点点 1.5分的长度 1.6分钟 三辎 7分钟 好,我们做缝 这是来回缝 就不用靠边了 来回缝的缝头一定要多放一点 多放二分 好,都是前片放上面啊 我们要做成好的习惯 就是把裤子的前片放上面做 好,就是把裤子的前片放上去 吃 做好了然后我们翻过来 好一条裤脚做好了 这条也做好了 然后我们来拼上当缝 这里面就很光了 做的一个来去缝 来去缝 好然后我们上当缝也是需要这样 先拼正面 这边先从前片开始 前片对前片 这一块一个裤脚跟另外一个裤脚分开 前片对前片 先从前片开始 1.5分了 红头 好到当的地方我们要把它对齐了 红头是弯后片倒 好我们来对齐 另好再去做 红头往后倒 当的地方用手稍微拉一下 因为它是圆的 不拉的话很容易立腹 好后片 后片把腰的地方把它对齐了 下面我们这样拉一把 好拉得很整齐了 然后我们用手把它捏紧了 好这样去做 在下方的地方需要把它拉直 在下方的地方需要把它拉直 红头大的地方 我们稍微把它修一下 好我们很整齐的翻过去 好我们再把这个红头把它给做好 从前片 用手轻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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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非常好 好 我们缝都做好了 里面的缝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正面呢 就是清清爽爽的 所以刚才我们那个毛毛超超的 一定要把它绣掉 好 我们来越裤脚边 好 裤脚边记住了 我们所有的缝头 都是往后片去倒啊 缝头往后片去倒 好 我们这样 越三越 直接把它包进去 刚才的宽度空的多宽 我们现在还是多宽 好 越一缝 这个手要带住底下 上面推一下 好 带住底下 上面推一下 这样 带住下面 上面稍稍的推一下 先要修整齐了 刚学的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好 酷脚管 我们一个做好了 还有一个 思路一定要清楚啊 好 我们所有的缝头 往后片去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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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裤脚弄好了 然后我们来做腰 腰的松紧带啊 刚才我已经说了 二尺六的腰 我们的松紧带剪掉五串 剪了二尺一也就够了 好,把松紧带 兑好 用搏轮机把它裤好 好,我们看好了 上腰 我们先从前片开始 先从前片 从头往后倒 松紧带的宽度 我们刚才留住的宽度 正好留住的这个 包住它就可以了 好 为了便于下次松了 可以换的话 我们松紧带 尽量不要把它缝死 有个余地在里面 下次松了可以去换 好,我们这样 包住它 好 这样走一圈 用手这样包住它 松紧带把它弄到最 最饱满的一个位置 好 缝线的时候 尽量不要缝到松紧带 好 用手带住几下 上面往前推一点 好 用手带住几下 上面往前推一点 约一副 好 好 到后片以后呢 我们的缝头 要倒了跟前片一致 前片往后倒的 我们这个 也需要顺度它的方向去倒 好 它那个往后 我们就要往前 对吧 这样才顺度方向 到中间有个斜式 大家要注意 不能把腰上来扭起来 这样前面稍微推一下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松紧 这样拉一下 拉过来 后面是斜的 一定要注意 底下拉一下 上面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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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拉均匀了以后 好 好 我们在前面的当中 和后面的当中 封一下 好 后面的当中也封一下 好 后面的当中也封一下 好 好 我们裤子就完成了 这是后片 前片 可以做个记号 做个记号 前后片分的话 穿起来舒服一点 好 我们来做衣服 衣服就不跟大家包缝了啊 好 衣服我们就做靠边了 怎么去靠呢 如果做包缝也可以像这样 好 我们先把前后片分开 做来去缝还是做了个靠边缝 这一套就做个来去缝 好 好 我们先把尖缝 如果是靠边的话 就是正对正 如果说做来去缝的话 就是反对反 好 我们做来去缝 好 尖缝对尖缝 做0.15的做缝 好 把尖缝对齐了 好 落尖呢 主要是肩膀处不能翘 越落得低 越是要往底下打成直角 尖缝跟尖缝拼起来 0.1的作缝 好 0.1的作缝做好了 然后我们翻过来 这边是拧口啊 都要把前片放上面 用手把它碾开 尽量把它拉着了 尖缝把它拉着了 来 0 1 3 4 片栗桑 尖缝拼好了 这个领圈呢 要头正好套得进啊 然后我们就滚个边 头套得进的边 正常有一尺七 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 我们把袖口约一下 袖口可以滚边 可以约边 约边的话我们就这样 约三个月 约三个月就行了啊 尖缝挖后倒 都是挖后片倒 如果包边的话 它就会更加好看啊 可以包边 我这个就是制造边 这样 diferentes 三 二 好 刺激水 1.2. 煎中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能让它 喇出来啊 好,我们这条线保持直线 然后我们来和摆布 做来气凤就需要把面子放正面 好,我们先从下摆开始 如果你想开个岔的话,底下也可以开岔 我们现在做来气凤就不开岔了 这集课里面我就是教大家做来气凤 好,对着我们的叶线 对好,然后用手捏紧 对好我们的袖口 对好我们的袖口 好,这是我们的袖口 袖口千万不能撬出来 前片放上面 对着我们的侧缝 对,好看 对,好看 对好,可以 对好看 道里给大家的愉快 我们可以把这个猫猫头给修了 这边也是把它修掉 我们把它翻过去 还是把前面放上面 用手把它撵出来 好 把前面放上面 来回碰就是正面的矛头 反面把它包进去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你没有靠边机啊 如果有靠边机的话可以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好了 修龙地方把线头修修干净 然后我们把下摆约一下 领子滚一下就OK了 好 前面后片 然后我们把下摆边 缝头都是往后片倒 前后片看清楚了 我们就做的一个小连秀的 一个圆领衫 在家就可以动手去做了 好 好我们把下摆约一下 跟裤腰一样 约一下 再约一下 你留的多少边 好 用手 拉住几下 上面松上去 上面推一点 手的姿势看到了吧 下面推 下面拉 上面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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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今天弄好了 我们来滚个领子就好了 斜条 我们最好是一根 我们现在是两根 两根的斜条 我们尽量把这个缝头 寄到我们的肩膜上 或者寄到后片 好,一根长一根短就可以了 好,接这个滚边条的时候啊 我们尽量跟它是一条线 一条线 角落呢,我们可以斜的 我们按照底下的这个 我们可以斜的啊 跟它一个方向斜 好,一个方向斜 我们怎么去对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条子 正面对正面 然后我们一个方向 修一下 好,然后我们从这一边 对起来 这样就是一条线 好,滚边的时候 然后我们从反面管往正面压 从反面管往正面压 看一下这个啊 尽量对到我们的尖缝前后 好,我们这边长了 修掉了 好,从前面开始 好,对着我们的尖缝 好,接住了我们的尖缝 保松傲紧 在傲的地方 我们的条子要稍稍的拉一下 拉的时候不要太紧了啊 不能让它送折子上去 就条子这样带着就行了 从反面往正面压 从头往后片倒 好,然后到焦点的地方 我们还是要对剪成斜角 好,这边跟它一样 也剪成斜角 稍微拉一下 好,把这个偏近一下 好,然后我们把链圈弄完整了 开复 尽量开复 好,一圈打好了以后 我们往正面压一下 好,压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先从后片好看 鸡头尽量不要挤在前片 好,从这边约进一缝 然后包住我们的这个红头 好,压掉,把这个链给压了 这样过来 好,先是这样 然后再把这个线给压进去 这个叫反上正压 一定要把线条封进去 这边好爽 这样子 可以 非常有两整理 好,这样子 会分这种 这个 这边 对 所以 就像杆喔 1-2-2-3-4-2-3-4-4-5-0-8-6-0-4-4-7-8-2-3-3-5-0 現在先往材把人打到 剪线头先剪正面 再剪反面 好 我们这件衣服就完成了 美姿很服气 我们还没烫呢 稍微晕一下还要完美 好 裤子也挤缩了 一套要不要放素之下 好 裤子也挤好 好 裤子也挤好 好 裤子也挤好 蠣子也挤好 蠣子也挤好 蠣子就挤好